那么关于这个手机的部分 locking进来以后 画面上跟我们电脑版本看到的一样 这个support就是直接去客服后台 我们要发email给他的话 在这个地方发 那这个小圈圈的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可以 可以做我们个人档案的部分 电子钱包的部分 跟订单记录 就是我们订过货的订单 我要找订单号码 或者要检查看他的出货中档 都在这个订单记录 然后信箱订货J-Office 跟活动讯息奖励旅游这些都有 或者是sign out的地方也在这里 这个就是 等一下我点一下 我点一个个人档 OK好 那这个就是在小圈圈底下 那么这三条线 这三条线 你点了以后就可以看到 有我的事业 你把它点开 就有这些报表 就有这些所有的报表 那订货就是我们指的是 一般订货了 那智能购货就是重购的部分 那么活动讯息呢 就有活动的形势力 就是我们刚刚秀的那个Calendar 还有捷失旅游的消息啊 奖励活动啊 或者是最新讯息就是J-News 好 那么工讯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 这个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或者是J-Cloud J-Cloud就是我刚秀给各位看 里面有很多资讯有空的话 花点时间去看 经销商资讯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销商专区的 经销商资讯 你进来就是找到相对应的国家 可以去看里面的一些资料 然后呢 等一下 或者是档案下载 或者是Upload File 一般我们会用到Upload File 就是 因为现在后台那个 拉给客服后台那里也已经有这个Upload File的功能了 所以我们以前是上传证件啊 或者是 包装啊 产品有破的时候 要拍照给公司看 通常是在这里 目前这里 这个功能就比较少用 因为我们在客服后台都可以做Upload File了 所以我们在那边就可以传 我们需要上传的一些相片 或者档案 在这个地方使用的机会就比较少 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手机呢 基本上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功能上呢 就跟 功能上跟我们 那个电脑版本是差不多的 那你要3R的话 一样点这个圈圈的部分 圈圈的部分 然后就点3R 它就跳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 那个手机的部分 它比较简单 它比较简单 这个手机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